像剛剛你們視頻看到了這雙是Nike Air Max Back to the Future 回到未來 2011 款的 在電影裡面你們看到他們是可以自動保鞋帶可惜 2011 款這一款不行 2016 了可以可是 2016 一雙就要大概 150 萬左右所以非常貴 雖然比巴黎便宜一點可是我覺得那個價錢還是真的有點太高了 那這雙來講的話現在二級市場二手市場現在一雙要 60 萬台幣吧大概所以就是頂多你可以換到兩雙 Air Drone 1 Dior 那我想講的是我非常榮幸的能擁有這雙鞋因為我 2019 就許願承諾下我希望自己可以在兩年內買到這雙 那果真這個願望實現我也非常的開心也非常榮幸的擁有這雙鞋 因為在我六年級大概六年前開始玩六年前差不多六年前七年前開始玩鞋的時候我就希望能擁有這雙 因為我在非常多的YouTube Channel Sneaker Reviews跟 Sneaker Hats裡面影片看到這雙鞋就覺得哇這雙鞋真的太酷了 而且那時候的價錢比現在便宜的很多那時候大概一雙全新的你大概 15到20萬就買到現在一雙大概就要60了 所以呢這種東西有可能也是早買早享受吧 那這時候2011的時候他們有發售300多雙我沒記錯的話然後呢有些 proceed to go to Michael J. Fox Foundation 就是帕金設施證的人可以對他們得到幫助的那2016他們的release方式也是你如果有捐錢的話你就是有一個資格可以去 有個機會可以購買到那個2016年那個back to the future回到未來那雙 Self-lasing自動綁鞋帶的鞋子那 那Nike那時候發售這雙鞋我覺得是非常不錯的一個選擇那 也讓Sticker的球鞋的Train也注意到這雙鞋也想說哇鞋子竟然可以自動綁鞋帶是一個多麼特別的事情所以Nike之後也發行了 Nike Hyperadapt一雙休閒鞋子可以自動綁鞋帶另外一雙就是Nikeadapt BB 是Basketball也看到很多NBA球員在穿那我不知道之後他們會發行什麼我希望可以做一些更特別的design或breakthrough吧 那來介紹這雙鞋就是你可以看到 2011款的話基本上這個就是Mesh Material那2016他們是因為可以自動綁鞋帶所以他可以自動綁起那這雙鞋也有一段時間所以也比較舊了一點點 那非常可惜的是我這雙燈壞掉了所以沒辦法亮起來 可是如果亮起來的話這邊是藍色然後這邊會有紅黃 綠紅黃有點像那個 那個紅綠的那樣子那後面是寫著Nike Air Mag 所以呢我覺得這雙鞋在我的心中有個非常獨特的地位因為我小時候就非常想要了 那我覺得如果你想要收這雙的話是可以的因為 真的是歷史地位跟收藏價值是一雙非常高的鞋我覺得跟Dior Jotun 1比起來這雙鞋有可能會更特殊一點因為Dior Jotun 1 全世界有8500雙所以有的人 也沒有很多也沒有很少可是這雙鞋全世界大概只有300雙而已所以呢是非常非常的稀有的 可是這個保養就比較難的是因為他的皮不是真皮在這種台灣潮濕的氣候皮很容易均裂或是龜裂 那我也給大家看一下我這個月Pickup的球鞋 想必台灣人都應該覺得這雙鞋應該非常的酷是Nike 711 SB Dunk Dunk SB 這雙是For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For東京2020的奧運可是因為 疫情的關係奧運被延後到了2021嘛然後好像Nike之後就決定把這雙鞋給取消了 所以呢我敢台灣應該 只有 三四個人有這雙吧或是應該只有一兩個人 我不太確定可是這雙真的非常非常的限量 那這雙的話就是Nike Flown Dunk Futura 是一雙Unrelease的Nike Off-White Dunk的鞋也是非常特別的 如果 之後有機會的話也會為大家介紹這一雙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如果喜歡這類型的球鞋開箱的話讓我知道 歡迎在留言區留言訂閱按讚還有分享 那感謝我會繼續做這些中文類型的影片也會做英文的所以 請按讚和訂閱 我會看到你們在未來 有個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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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ace